老妹子 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家也中了头了 我能不知道她想什么吗 不过这个老话说呀 谋事在即 成事在天嘛 对不对 这事啊 还得要靠点运气 不过大伙放心 绝对不会让大伙受什么损失 主任 我想说两句 来 这个 关注啊 关注 娘 你快点 一会儿人家会都开完了 这马上就收桃子了 这些家伙事不收拾哪成啊 再说那会有什么好开的 你问问什么精神 回来给我传达一下就行了 行 那我走了啊 去吧 你看 你说这不收拾行吗 这家里的事儿是没人管 各位乡亲 实际的情况是 我没有能力把桃子卖出去 因为我没有找到买主 小唐 既然这样当初 你干嘛不让贾望财买桃啊 虽然他一斤赚了一块钱 最起码把桃卖出去了 现在怎么办啊 怎么办呢 主任 要不然你给旺财说一下 还让他把桃卖了得了 这什么呀 都晚了人都不干了 你真是的 小唐呀 不是我说你 你看你当时飞着拦着旺财卖这桃 你现在你看看 你卖不出去了吧 这桃全烂地里了 你说他卖七块钱 是 少那么一块钱 不过咱还是能把桃卖出去吗 现在这桃烂了怎么办 就像去年那样的补 补 老是补我们这桃怎么办哪 那么多桃啊 今年这可是大风收 要是财不出卖 我给你 是呀 我给你卖 都给我闭嘴 让什么啊 还没有到了 把桃烂在地里的地步吗 马书记跟村委会 正不正在叽叽地想办法吗 我告诉你柱子 你再给我瞎张张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主任 贾主任 估计到我的面子才这么说的 这件事情 由我来负全部责任 所以我决定了 马书记 马书记 好像是赖亚洲 快去看看 不是 主任 我给你 这不能都怪我呀 你咋来了 看我这车怎么样 是你显摆的时候吗 赶紧回去 回去干啥吗 我是来收桃的 你收什么桃啊你 不是有些人说 自己没有本事收桃吗 我今天可以把前沟村 所有的桃都买了 而且付现金 来呀 来呀 周 你简直就是我的救星嘛 你就是个大英雄啊 你太伟大了 你太伟大了 至少我放心了 桃子买出去了 咋啦 不是 我 我是怕耽误时间 我还顾了三辆大卡车 在村口等着呢 赶紧的 小姐们 快快快 亚洲哥 要收购咱村所有的桃子 今天就付现金了 是是是 出来吧 这就我就说嘛 亚洲是咱前沟村的娃 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咱们 是 主任 我刚才过去 你别着急 又是拍桌子 又是瞪眼睛 行行行行 赶紧摘桃去 赶紧摘桃去吧 去 摘桃去了 赶紧赶紧 快去摘去 快去摘去 主任 摘桃去啊 我们去再走啊 我一会儿就去 我说小唐 你是不是故意编瞎话 去老叔呢 不行吗 我打你个丫头 行 老主任 咱们屋里聊会儿 屋里聊屋里聊 你先请 你先请 你请 你请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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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低调 要低调 快快 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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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 姐 你知道吗 家主哥回来了 带着一箱子的钱 要把咱村所有的桃子 都收够了 我知道了 刚才都听见了 走 帮我跟家里收桃去 你不如进去跟他 打个招呼吗 我去了 行 走 收桃去 走 收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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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车 小老台 还开这黑摩的呢 这要是在城里 你这好人 早被城管追得满街跑了 行了 有个破车就别显摆了 干嘛去这是 哥 跟他费什么话呢 咱赶紧收桃去吧 等到那儿 收桃 你啊 你有那钱吗 打白条吧 跟他看看 杨小琪 拜拜了您呗 拜拜了您味 哦 哦 王开姐 每家每户都记清楚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来 哥 渴了吧 喝点水 我现在看见这个桃啊 我心里凉快得很 一个字 爽 两个字 开心 三个字 很高兴 那四个字呢 四个字 没了 哥 我就觉得吧 你看咱都能窝窝窝 那大卡车就挂了好几万了 你说咱们要蛇本 咱们 个乌鸦嘴 你能不能别每天 蛇本蛇本挂在嘴边 好好 我不说了 要当着别人的面 别说咱那小汁是租的 听见没有 明白 明白 明白你还说 你在这儿盯着 我回家看看我爹去 走 你忙着啊 好好好 快看啊 好 好 亚洲哥 母丹 你咋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等你呢 事太多太忙了 没顾得上你 我看见了 我知道你忙 刚才是这啊 我本来想骗一下马小棠 吓哭他一下 我就说这事办不成 后来我一看乡亲们这么期待 我就把实话一说 他一高兴 正常反应 正常反应 对了 还没跟你说谢谢呢 谢啥嘛 就是你帮我找回旺财呀 旺财 他在村口修车呢 我没找他 不是 你误会了 是我把我的狗富贵 改名叫旺财了 你为啥改名嘛 贾旺财要求的呗 也好 你看 贾旺财年纪年得那么久 赶都赶不跑 这样的话 你的小狗也不会丢了 你这解释倒好 看来这名字还改对了 挺好的 你看贾旺财多爱你 都愿意拿自己的名字 给你的狗用 这个真情 要是感动不了你 那谁的真情 都感动不了你啊 啥意思啊 你就那么想我跟他好 不是 我是真心希望你好 五蛋 五蛋 我是真心为你好 我 好 师父 安全第一啊 谨慎驾驶 争取早日到达内蒙 好 好好好 谢谢啊 好好好 一路平安 我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亚洲哥 这次多亏你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这细词里不唱得说了吗 这无以为报 以身相许啊 不说话你会死啊 我 我这不开个玩笑啊 谁让你跟马书记这么开玩笑 以后不许这么轻浮啊 完全辜负了我平时对你的批评教育 哥你说的对 我改 我改 那个 亚洲哥 亚洲哥 算了算了 那个 村民们在村里给你摆了一大桌的庆宫宴 有好吃的好喝的 犒劳你一下 补一补 走 咱会次 不用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快快快上车上车 走了 快快快 快快快 来来来来 都别客气 来来来来 这个乡亲们 听我说两句啊 咱们前哥村这次能把桃子全都卖出去 多亏了一个人 赖亚洲 对对对 如果不是他 那咱这次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所以呢 现在我想大家以热力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赖大能人 给咱说几句 好 其实我赖亚洲没啥说的 大家都是相里相亲的啊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赖亚洲今天就给大家一句话 我发财了 那叫先负钱 以后有啥发财的机会 我把大家都带上 一个都不落下 一个都不落下 好 好 我要让你们 我要让你们在这儿 就过上城里一样幸福的生活 好 来 来来来来喝 喝喝喝 来喝喝 姐 看亚洲哥 现在说话挺有派的啊 这可你倒人了 是啊 去城里混了几天 眼光也越来越高了 你咋了 不高兴啊 干了干了干啦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 你可以来来 干了干了干了 你有啥事跟我说呀 我总觉得心里夺得慌 小唐 陪我去走走吧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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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 我给亚洲编了个新戏词 今天在这给大家献个丑 多提帮回意见 好好好 好 花索呢 前狗村的来的也 婴儿亚洲登党年 慢儿就虽脚不肩 胜成浅迹创迪夸 坚持假想先知辉 前狗村 坚持了高楼搭萨搭棚搭过园 好 好 好 上 我代表我去 好 请大家一个 下诊 下诊 大家吃好 大吃好 小唐 你说 这女人是不是犯过一次错误 就不那么值钱了 姐 女人不是商品 不能用值钱两个字 我这词用得不对 但就那意思 是价值 是 价值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价值了 我觉得女人的价值 不是她嫁错了一个人 或者结错了一次婚 或者她多有钱而决定的 而是 要勇敢地面对生活 努力地追求梦想 对 这才是价值 可是我总觉得 男人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我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 你瞎说什么呀 这不还有这么多男人喜欢你的吗 呢 家旺财 死心塌地的 这跟咱家旺财似的了都 我说的男人不是他 蓝亚洲 怎么了 他不喜欢你了 他今天劝我 让我跟家旺财好 我总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想多了想多了 想多了 我看他是 多半是在试探你 男人嘛 都是这样 真的 亚洲哥以前很喜欢你啊 我们都知道的 就算 就算他现在不喜欢你了 你也得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啊 你问问自己的心 喜欢他吗 喜欢他就去追他 是啊 小棠 我就应该跟你一样 喜欢就是喜欢 想抱就抱 啥 就像你今天下午抱亚洲哥一样啊 我那是 为乡亲们高兴 我知道 他跟我解释过了 小棠 你说 要是女人追男人 会不会被笑话呀 那笑话啥 我看 亚洲哥在城里认识的那个女人 也就是 看准了男人 就追的那个男人 什么女人 我 我也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 小棠 你看着我 你要是我亲妹子 是 就跟我说实话 不好 亚洲哥在城里认识了女老板 那个女老板很喜欢她 天天请她唱歌喝酒吃饭 你看看人家 人家表达感情多直白 怪不得亚洲哥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肯定就因为这个女人 就是啊 姐 你要是再便便妞妞的 那来亚洲可真成别人的了 你自己的幸福 你得自己勇敢地战斗 你得争取 幸福 就像手里的沙子 你轻轻松一松 幸福就从手指尖溜走了 小棠 谢谢你 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小棠这丫头不简单哪 真没想到她能把这事办成 这丫头了不起 我没看错她 有啥了不起的 又不是她搬的 她让俩洲搬 你看你 你还真别不服气啊 人家能想到去请赖亚洲来帮她办这事 那就是有眼光 脑袋瓜子活啊 你小子要是有出息 也去请赖亚洲来替你办事 我请她 我讨厌赖亚洲还来不及呢 我请她帮我办事真是 你说你这孩子啊 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呀 你讨厌人家不就是因为牡丹吗 再说了 人家跟牡丹也没怎么着嘛 怎么没怎么着啊 你今天她俩在会儿说话 那那那俩就往前凑了嘀嘀咕咕的 那脸都快蹭到牡丹脸上了 我跟你说我当时我差点我没揍她 我 你咋不去揍呢 我怕打不过啊 她今天帮手多呀 你说村里现在都只让她卖桃 都围着她呢 我说我把她揍了 那我不就犯了重路了吗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牡丹能嫁给你才怪了呢 你给我当儿子呀 我都嫌累赘 人家敢给你当老婆 我 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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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那儿 别扶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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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气这么大 咋喝那么多酒呢 没办法了 乡亲们都敬我酒 得喝啊 我还想敬你一酒来着 没看见你 你溜哪儿去了 我跟我姐出去聊聊会天 姐姐俩天天在一起 话还说不完 女人嘛 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 你过来干嘛来了 你都喝成这样了 你还不回家躺呢 我找你来了吧 你找我干嘛 你看今天这么顺利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我得听你说一句谢谢嘛 不是 我是怕你憋在心里太久了 太难受 谢谢 我是一定会说的 但是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油枪滑掉的毛病改掉 很讨厌 改改改改 马叔就一发话我坚决改正 一定得改 雅竹哥 我想让咱村所有的人 都记着你办的好事 这算啥好事 我得办大事 啥子 陶子的事情 已经算是很大的事了 陶子的事情 至少对乡亲们来说 那个 我 我送你回家吧 你说 你一会儿要是回家路上 掉到水塘里 那我以后 有事我找谁商量 是吧 来 我保证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靠近水塘 就靠近小汤 拼嘴 你才用错 走走 走 去哪儿 我送你 我送你 这黑咕隆咚的 也不开个路灯 装路灯 费村里的电 小汤 你真是个好姑娘 你说啥 我说真是个好书记 好书记 我送你 我送你 男素女 天经地义 走 走 你就都这样了 你还送我呢 我要送 你送 送 你送我啊 你送我 你行不行 我送你 lat 我送你 我送你 你去罢子 拐尔舍 不行 还行 看你 好 哥 你干啥呀 干啥问我呀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太可怕了 我妈说と 白天做个梦 会变成真的 是吗 反正老人们都这么说 可千万别变成真的 千万别变成真的呀 哥 你做啥噩梦了 我梦见 算了 不说了 接着睡会儿吧 哥 咱醒了咱就别睡了 咱赶紧回城吧 我还想在这儿多住两天 顺便跟小唐发展发展感情 哥 你这感情发展得有点贵 咱那窝窝窝 一天的租金两千块呢 赶紧收拾东西回城 其实我这小唐说得有道理 咱们也不是黄花闺女了 什么机会都不能放过 你说亚洲现在条件多好啊 要是让别的女人得走了 你哭得开不及 娘 我凭什么哭呀 亚洲能够费心思 把汪彩给我找回来 就说明她心里还有我牡丹 说明她在乎我 我不是黄花闺女又怎么了 小唐她不是那个意思 小唐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地 争取自己的幸福 她说其实幸福很多时候 就像手里的沙子 稍不留神就漏走了 所以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赖亚洲 从我的指缝里漏走的 行 那娘这回就看你的了 小唐啊 仙桃销售这件事啊 办得漂亮啊 谢谢叔 对了 叔 我还有好几套方案呢 咱一会儿研究研究 我觉得咱村所有的桃子 全都能卖出去 叔 您有新事啊 小唐啊 叔有句心里话 想跟你说说 您说 你看 我在浅沟村呢 也工作了这么多年了 一直没有时间啊 好好反省反省我自己 最近呢 我想了好几天 我老了 对浅沟村的前途 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我想 我也只能把浅沟村 带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叔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想让大伙啊 选一个有能力的人 给你做搭档 把浅沟村的经济搞上去 为大伙啊 找一条致富的墓子来 我想辞职 啥 你辞职 我说老头子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我们谈工作呢 你别插嘴 不是 叔 这事不行 您看 我刚刚当上书记 我还需要您指导我呢 您不能辞职 老叔有多大本事 我心里清楚 再加上我那个 不争气的儿子 你说他 他 他能借卖桃的事 给自己弄钱 你说 老叔还有啥脸 给大伙当这个领头人哪 不是 这关万才什么事啊 你听着 这主意我已经定了 别插嘴了 叔 不行 这事我也不同意 您看 以前我是您的助手 您后来又推荐我做了书记 那如果现在咱俩搭档 一定能把咱村弄得越来越好啊 怎么能辞职呢 小唐 你行的 辞职报告啊 我已经交到乡里了 没准这两天 就会有个回音的 交吧 不是 你把辞职报告 送到乡里去了 不是这么大的事 你咋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跟你商量 哪有老子做事跟儿子商量的 你做什么事 跟我商量过没有 不是一回事吗 我那事都是小事 那您辞职这是大事 你得经过全家的同意 你才能做决定嘛是吧 是啊 你看我都说他半天了 我第一个不同意 我一万个不同意 行了行了行了啊 我的事我做主 由不得你们同意不同意 不是 爹 您知道您这么做 您等于是把咱们 前沟村给害了 你看啊 村里除了您 还有哪位德高望重的 才能当村主任呢 是吧 您说您要是一走 您换个别人上来 万一要是把咱村给争毁了 那 爹 那您可就是千古罪人呢 真的 要我说 爹您就 那个 到乡里去 把他辞职包裹再要回来 这事就了了 你说说 你把你爹当啥了 跟你一样 说话跟方屁一样 我实话告诉你吧 要是没有你这个败家子啊 我这个村主任 兴趣还能多做几年呢 不 爹 你这话啥意思啊 咋要到我身上来 我咋就败家子了 我 我当你村主任儿子 我咋的了 我一不投二不想 三不欺娜罢女 四不乖吃乖喝的 我看我自己本事挣钱 那淘汰是我应该得的 我我凭啥 你凭啥说我啊 我说你 我说你怎么越说越浑了你 我 我要浑 你找别人当儿子去 啥我就浑了嘛 你这 我看你啊 这一辈子也就是窝里亢 你就这点能呢你 哥哥咱们回家了啊 旺财 老婆 听话啊 回家了 回家了 真乖啊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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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走了 走了 回家了 老婆 听话啊 老婆 老婆 汪彩 汪彩 大头子 老婆 来 喝水吧 怎么了 又惹祸了是吧 那个 刚刚才我开车 把牡丹的狗给撞死了 那个待会儿牡丹来找我 就是我不在 我我我我先躲躲了 这怎么办呀 这 张老财 张老财你给我出来 怎么办一会儿说啊 你躲到屋里 你赶快去 赶快去 来 去赶快去 你给我躲过去了你 你给我出来 赶快去 牡丹他娘啊 啥事啊 别在这儿装傻 你看看 你们家旺财 撞死了我们家的旺财 不应该赔吗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就是一条狗吗 行 我们赔 赔行了吧 什么话呀 就是一条狗 行 赔三千 三千块钱 什么 三千 三千 你讹人呐 我讹人 我跟你说啊 是 我们家这狗是不值三千块钱 可是我们精神损失费 你知道我刚才摔在地下 摔一大马帕 你看我这裤子 你看我这胳膊都蹭破了皮了 不值三千块钱吗 我跟你说 咱们俩就是相里相亲的 要不然我 我比要的还多了 走走走 追你 你混小子 不是不是不是 别别 你够东西你听着 你自己惹了祸 自己解决去 滚出去 自己去 解决去 不是 你这 你这 别别别别 冲去 站住 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 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算是 你先别生气 这个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我跟你说 我是看出来了 你不是就觉得这旺财 是赖亚洲 给我牡丹送回来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着 牡丹看着这狗就想起 赖亚洲了是不是 你不就是嫉妒他们俩好吗 所以你才故意把这狗压死了 对不对 你说你这心怎么这么狠呢你 神 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不是那样人 你不是那样人 你咋都把我们家狗给撞死了呢 不赔钱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狗死了是不是 狗死了 牡丹肯定伤心 它伤心它肯定生气 它生气 它就肯定不愿意见着你 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不给我们家钱 你就一辈子 甭想见我们家牡丹 善儿 这钱我赔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 三千块 一分都不能少 哎呀不 不 哎呀你不知道他讹你吗 我能不知道他讹咱啊 问题是他没占了啥便宜 不是 你看啊 我早晚得要去牡丹 对吧 那我的钱早晚都得是牡丹 那我现在把钱给他们 等于是提前把钱 存弄他们家去了 那钱早晚就咋了 不是 讹咱 回去吧 行行行 我不管你了 放心吧 邱老板 三十吨仙桃 顶多后天就到内蒙 您就等着分钱吧 好好好 我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别说这两天我还真是累坏了 行 那就这样 再见 嗯 哥 咱发的那车货到哪儿了 我前天就应该跟着去 现在我这心里边总是觉得不踏实 瞧你那点出息 我告诉你 这次咱们是势在必得 耐心等待 六位 有个事我还得请你帮我参谋参谋 我 参谋 业务上的事我哪懂啊 你让我跑跑腿干点别的我还行 我说的不是业务上的事 我说的不是业务上的事 是我个人的事 个人的事 啥事 你觉得我跟毛小棠有没有可能 谁 毛小棠 哥 我前两天啊 我是听人说啊 是这么说的 说人家 是大学生 你呢 高中毕业 人家是书记 你又快破产了 人家是天上仙女儿往上生的 你是秤妥 她往下沉的 这哪个混蛋说这话 我 我 我是高中毕业 但是我现在在城里扎下来了 有自己的公司啊 你说现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有几个有我这样成就的 对不对 我是有破产的危险 但是老天言现在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重新翻身 没准还能赚上一笔呢 对不对 我 我是秤妥 不假 但是这说明我为人实在 是吧 我只要看上的人 那我肯定是死心塌地 实心实意 我一万年不变心 那你还等着什么呢 追去吧 我不行啊 这小唐他跟牡丹不一样啊 我也是追得太紧 我怕他 他跟我急一趟 哥 那你一步一步慢慢来啊 先请他吃个饭 再给他送个小礼物 好兄弟 接下来的事交给你了 什么交给我了 钱哪 没钱 我给谁买礼物 我请谁吃饭 你看你看 咱们那仙桃的钱 不是还得几天才能到账吗 哥现在真的穷了 哥 我也没钱啊 我这外边都借了好几千块钱的外债了都 你还要不 你还要不你跟邱老板借点 你还要不你跟邱老板借点 邱老板我借他不合适啊 你还要不你跟邱老板借点 快快快拿 拿 哥你价倍还我当 通了通了通了 邱老板 你好 我是小刘 刘伟 我我找您有点事 是 是这样的 我奶奶啊 得了癌症了 这不要住院开到吗 稍微缺点钱 那您也知道 我亚洲哥这儿 他资金他有 他 他有紧张 是是是 那您看看能不能帮我借 两百 两千 两 两千行不行 我邱老板 谢谢您 谢谢您 邱老板 你 你 你真是活福子 我替我奶奶谢谢您 好好好 邱老板再见 哥 成了 你个不孝子 谁让你说你奶奶得癌症 那我这这不是为了你吗 再说我奶奶 五年前就去世了 这还差不多 那我还挺惭愧的 你看 放心吧 先淘的钱 过几天就到账 咱马上就能复工 装修的钱很快就回来了 还能赚上一笔 对不对 两千块钱 小意思 哥 可不是两千了 四千 行 四千 姐 你真的不买狗了 你真的不买狗了 那如果 赖亚洲要送你一条狗呢 他送我狗 坐着 坐着 你就说吧 如果 赖亚洲要送你一条狗 你是要还是不要 我不知道 他咋知道旺财死了 我跟他说的 对啊 姐 只要你心情能好起来 把过去那些不高兴都忘了 做妹妹的 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那 我请他吃饭 这个主意好 我 打电话帮你约他 到时候呢 你们两个 单独见面 好好谈一谈 我就不去了啊 那怎么行啊 我哪好意思跟他单独见面呀 干 你必须去 那好吧 我就去当个点灯泡 真是姐的好妹妹 真是姐的好妹妹 说句心里话 只要亚洲能像以前那样 对我好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绝不让幸福再跑掉 那就说定了啊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我先不跟他说你去 到时候呢 你一出现 给他个惊喜啊 好 刘伟 亚洲和那个牡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他回村了以后 没跟那个小村库联结过吧 没有没有 亚洲哥对牡丹 早就死心了 他现在是一心一意 就在事业上 他说了 个人问题 为于考虑 你少听他 那就是小狐狸精 看他没有钱 所以没搭理他 他自己看不出来吗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行 给 谢谢邱老板 谢谢邱老板 哥 两千块 没下次了 哥 真有你的 果然是好兄弟 可是你说买点啥好呢 化妆品吧 不太合适 首饰就更不行了 哥 你看 那 马晓棠 他平时工作 最需要什么呢 有了 我看你 我看你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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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拿这只看看 瞎了什么 哥 漂亮 关键是实用哪 多少钱 这个原装进口原价一千四百五 但是现在打折只要一千二 太贵了 这会儿不能先贵 这个先生您说太对了 一定是送给女朋友的吧 而且啊这个笔非常实用 一看您就是品位非常高 别人谈恋爱 都是送什么化妆品首饰什么的 您能送一支钢笔 说明啊你文化素养非常高 是 是这样 是这样 给我包起来 好 包得漂亮一点啊 您拿这个血胶钱 在哪边 好 您看着看 您让他包好了 喂 马书记 平时没有事你就别这么叫啊 感觉生分 行 那就叫小唐 小唐妹子 你找我啥事啊 能出来吗 我想找你谈谈 我也正好想找你谈谈的 但是我最近没空回不了村 你有空你来趟城里呗 我现在就在城里 你过来吧 没来一匹餐厅 是吗 那我马上去听 行嘞 行嘞 等着我 你今天不用上班了 休息休息 随时待命 哥 你去哪儿啊 赴约呀 他还是这么回事 你看我这方艳 他吃了也有些日子了 毛老头我也认识 那都是朋友 你带你去呗 我私人约会 你一个大灯泡 你去干啥 点击二十块钱 给自己买点啥 随便花啊 别给我省着 二十块钱 还随便花 小唐 你看我是不是觉得 我脸没什么血色呀 嗯 是有点苍白 那我去洗手间补补妆啊 好 好 小唐 小唐 正好 我有点急事跟你说啊 不急 我先喝口水的 来不急了 旺财死了 已经埋了 旺财死了 啥事儿 不是假旺财 是我姐的那只旺财 但是跟假旺财有关系 假旺财把旺财给撞死了 不是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有点乱 你再说一遍 假旺财把我姐养的那条 叫旺财的狗给撞死了 假旺财把狗撞死了 让他赔啊 他赔钱了 但是你得赔狗 凭什么 你小点事儿 我跟你说啊 我是这样想的 我姐呢最近刚刚恢复了一点 这狗一死了心情又不好了 我本来说我送他一条狗 他不要 我说你会送他一条狗 他立马特高兴 所以今天你就送他一条狗 这跟我没关系的事儿 我也要管 我冤不冤哪 这咋没关系呢 你说 我姐高兴了 你高不高兴 高 高 高兴 高兴 但是 那不就结了吗 还但是什么呀 就当你答应了啊 你虚啥你虚 你不能再逼我了啊 亚洲 母带 谁逼你呢 你们说啥呀 没有 刚才 刚才我说 这家餐厅啊比不上 咱们上次去的那家餐厅 他非说比得上 没说别的 就说比得上比不上 你咋也来了 问他 我带我姐来的 惊喜吧 惊喜 惊喜 我 我给你倒水啊 咳嗦我了 来 吃饭吧 吃饭 雁州哥 你手放班里干嘛 没事 我咋觉得你今儿不对劲呢 没有 我好着呢 吃不上 我好着呢 吃 来 吃饭吧 吃饭吃饭吃饭 小刀 你多吃点啊 嗯嗯嗯 对啊 你 你要是我姐一条狗 一定要挑一条喜欢的啊 一定一定 你你你你你你多吃点 来啊 好啊 好啊 哎呀 行了 饭也吃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现在呢要去趟电脑城 你俩呢去厨务店啊 哎哎 你去电脑城干啥嘛 我去买个内圈条 你认识电脑城啊 要不我带你去 放心 我在这儿念了四年书 我知道电脑城怎么走 从那边坐八路汽车得到了 哎呀哎呀 哎呀 坐啥公共汽车嘛 打个车一块儿就去了 那个 我听说那附近 就有一个储物店 不用 我真的可以自己 坐公共汽车去的 你们俩好好玩啊 我走了 哎呀呀呀呀 一个大书记 好不容易进趟城 我还不得好好款待款待 哎哥 啥事 刘伟 哎 那个邱老板找你有点事 你赶紧去一趟 啊 邱老板找我 哎你先去再说嘛 回头再说啊 行 嗯 不是 哥 哥 亚洲哥 你还挺忙的啊 瞎忙啊 那个 邱老板是不是经常找你啊 有事就找 是吗 我怎么听说没事也找啊 是谁说的 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业务上的事 我刚才已经挡了 让刘伟去处理了 咱们不管他 咱今天就干自己的事 出租车 走走走走 走 停了停了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你到了没有 哥 快到了 好 你听我说啊 不是邱老板找你 是你去找邱老板 我又去找他 对 再跟他借两千块钱 哥 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别扭扭捏捏的 听我的 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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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哥好好谢你 我在电脑城呢 那个啥 那个你 你拿的钱马上联系我 就这样 就这样 快快快 不是 哥 哥 哥 请进 刘伟 来来来 进来 请坐吧 怎么样 你奶奶的手术费都交了吧 交了 很及时 邱老板 您可真是大好人哪 我今天特意过来告诉您啊 您的大恩大德 我刘伟 永世不忘 行了行了 别恭维我了 还有什么别的事吧 确实有点 说吧 其实是这样哈 这个吧 四个级别 四个级别 那手术做到一半 医生一看不妙 没辙了 这医院做不了这手术了 要转院 他就转院了 还有这样的事啊 对啊 手术是接上了 可是这钱 他没接上 缺多少钱 两万 两千 两千块啊 行啊 也是救人 我正好有现金 我去给你拿点来 谢谢邱老板 谢谢邱老板 六位 你点点 看看对不对 不用点了 不用点了 肯定对 那个 六位 你可是欠了我一个人情啊 那是 那是 那个邱老板 你放心 以后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也没别的事 就是亚洲那边 他有什么新动向 你就及时告诉我一声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亚洲哥和牡丹 他早就没联系了 你想他在城里 发展得这么好 他将来得找一城里媳妇 他要是有什么新动向 您放心 我第一时间的 及时的向您汇报 好 没别的事了 你先走吧 谢谢邱老板 谢谢邱老板 我姥姥这家 可有救了 等等 姥姥 你不是奶奶住院了吗 是奶奶 奶奶 我刚才说错了 是奶奶住院了 那小子竟敢骗我 你借钱到底干什么 你 不是赖亚洲想借钱吧 邱老板 您放心 这个钱我一桌给您还上 谁还 亚洲哥 不是 钱 钱 钱 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刚才谁给你发短信了 没谁 邱老板 那个 那个 他不是我 他 他是 是亚洲哥非得逼着我 我 牡丹要进城了 我倒也好好会会他 邱老板 谢谢啊 好的 欢迎再来 那小棠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丑屋市场逛逛呢 我不去了 这个电灯炮已经够亮了 这样 你们逛逛吧 我呢 我去趟书店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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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上个厕所 一会儿 你们等着我啊 一会儿就好 那你快点啊 我呢 我呢 我去趟书店 我们在这儿等你啊 喂 喂 你到哪儿了 哥 我到电脑车了 正在上二楼呢 快上来 上来 我在二楼这个拐教处 赶紧把钱拿回来 干啥 怎么这么慢 要你有啥用 求老板 求老板 这么巧 可惜呀 不巧吧 借我的钱你去泡妞 你当我是傻子啊 没有 我让你胡说八道 你胡说啥 你胡说啥 丑哥 他误会他以为你约会的是武当 我没说你想约会的是马小棠 那只狐狸精在哪儿呢 邹老板 这事儿有误会 什么误会 是这儿啊 我让刘伟找 找您 找您借钱 我其实是想 想请马小棠吃饭 你看马小棠毕竟是我们前沟村的书记 而且咱们之间 刚刚跟他 有仙桃的合作 所以我把 把他请到城里来 吃个饭玩玩 就是没想到 牡丹他也跟过来了 这 哥 你怎么跟他说实话 别追 我告诉你 赖亚周 你少拿马书记来打幌子 那个丫头 我倒觉得单纯得很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那个勾引我前夫 又让你神魂颠倒的狐狸精 他到底是什么样呢 走吧 哥 你怎么跟他说实话呢 你傻呀 这会儿说实话 最保险 我跟你说 千万不能暴露马小棠啊 我知道 不是 哥 这么复杂的情况 我应付不了 我还是先走了啊 对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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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阵父子兵 打虎亲兄弟 你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 对付不了我 你必须留下 是不是 赖亚周 你不带我去见他 是打算还我钱是吗 别呀 一马归一马呀 赖亚哥 邱老板 你也在啊 邱老板 就是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 对亚周哥很热情的那个 嗯 马叔姐 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和你喝酒 很愉快 你还跟他喝过酒啊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呢 这位是 这是我姐 牡丹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你好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牡丹啊 听亚周说 你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是 他说的 嗯 没有 我没说呀 你说了也没关系 我们本来就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还知根知点 对了 亚周哥 你不是说陪我去买狗吗 咱别在这转悠了 走吧 买狗 是 亚周哥说 给我买只宠物狗 几千块钱买只宠物狗 你亚周哥可真够大方的 不过呢 养狗比养男人好 你说狗吧 还会摇摇尾巴 男人只会欺骗 对吗 啊 那个 咱们别都在这儿站着了 嗯 邱老板 您有事您先忙 我们要到那边逛逛去 别别别 马书记 我呢 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你进了城 我应该做东 请你和你这位朋友 一块去逛逛街 好啊 反正我也已经很久没有买衣裳了 亚周哥一起去吧 啊 不是 你们女人之间的事 我就不掺和了 不行 你必须得去 我还缺个拎包的呢 我的车就在楼下 我在楼下等你们 来 小唐 啊 逛商场干嘛不去啊 走吧走吧啊 我等你们啊 快点快点 谁叫你把邱老板叫来的 谁让你把牡丹叫来的 我 我怎么知道是这种情况啊 那个邱老板粗意大发的 快说 你们俩到底啥关系 啥关系也没有嘛 他 他单相思 你还不信 我本来都不想告诉你 我今天就豁出去告诉你 邱老板对牡丹这么大的火气 其中还有一层关系呢 什么关系 邱老板是张建业的前妻 什么 你 你 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啊你 你以前也没问过我嘛 那边时光商场 这明明是战场嘛 我带我姐回岁吧先 你以为现在走得了啊 那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不走啊 快快快快 走 走啊 走啊 走走走 雅竹哥 来了 你也快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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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怎么样 城里还是比千高松要好吧 所有空气新鲜 你们城里人是享受不到的 那你怎么还消尖了脑袋要进城了 你什么意思 可不是嘛 你连人家家里有没有老婆还不清楚 就风风火火地要嫁到城里 这当城里人的心思可够强烈的 那边那个电影院是不是新开的 对对对对 新开的 上次来这儿好像还没有呢 你俩别打岔 我问你什么意思 什么有老婆没老婆的 赖亚周 是不是你把我的事跟不相干的人说了 没有啊 绝对没有 这位妹子 你可别激动啊 我可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人 论起来呢 我还是你的前任 你得管我叫姐姐 你是张 张 张什么 张不开嘴了吧 对 我以前是张富人 我的离婚还拜你所赐呢 怎么是不相干的人 这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这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我也是刚知道 什么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孝敏恩仇 大亚周 我不去了 别 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 张静业负了全部的法律责任 离婚 净身出铺 你帮我节省了一大笔的分家费 这样我陪你好好逛逛街去 邱老板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你闭嘴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去就去 谁怕谁呀 走吧 走吧 杀气太重了 我怕咱俩护不住 是 是 是 护 护 护是什么 就是 护的 英语就是 控制不住局势的意思 一个英语词 还能表达这么长的意思呢 你别扯了 咋笨呢 我也没办法嘛 像今天 一个是自投罗网 一个是 有备而来 我就是超人我也拦不住啊 分开他们 今天这种局面 我多说一句话 先死的肯定是我 不着急不着急 咱们静观其变 古代妹子 来来来 看看这些衣服 有没有你喜欢的 我送给你 看不上 太土 太土了 这才过了两天城里人的生活 品味就不一样了 亚洲 马书记 你们过来一下 你们来看看 这件衣服 适不适合这个母的妹子 好看吗 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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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说相声的 亚洲 你说 这衣服好不好看 我能行使我的沉默权吗 你如果想保持沉默的话 你就永远保持沉默 多说一句我就让你还钱 还钱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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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看 你这个眼光真是很独到 好看啥呀好看 死贵死贵的手感还那么差 谁会放那冤枉去 冤枉钱 这是没有冤大头给你买了吧 其实这些衣服都不贵 只要从我的股市里 每一股拿出一分钱 我就能把这些所有的衣服 都买下 所以 女人要靠自己 男人是靠不住的 把什么捕 亚洲 要不要给你这个青梅竹马的香烤 也买上一件啊 邱老板 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 慢慢烤熟吗 今天这事我错了 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你知道就好 挂上吧 好 好了你们逛吧 我们不逛了 小唐 我们走 走 认输了 这么快就认输了 早知道我们应该早点见面的 你也不用受那么多的苦 我也不用戴绿帽子了 不对 男人戴绿帽子 女人戴红帽子 对吧亚洲 喂 什么帽子 还要买帽子 认输 我牡丹 跑步跑不过赖亚洲 学习学不过马小唐 在情场上 还从来没有认过输 小唐 咱们走 好 继续逛 走 走啊 走啊 喂 亚洲 这件西服不错 来 试试 我 不敢不敢不敢 这么贵的衣服穿在我身上 就跟偷来的似的 跟我这气质不符 算了吧 你别怕钱贵呀 你要穿着合适我送你 我钱服还买衣服送给别的女人呢 我不能买衣服送给你吗 试 还真打算试啊 赖亚洲你可真听话呀 让女人给你买衣服 就不怕别人说你吃晚饭吗 那个 姐 亚洲哥不是这样的人 邱老板那是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亚洲 你是 你要是不是的话 就不给我面子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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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袖子长了 呀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胳膊短 这这不合适 我这个人就没有穿好衣服的命 算了算了 长了可以改 你先穿上好好的试一试 这么贵的衣服 它一改它就没有原装的意思了 这 这不值当啊 你真不给我张力 我刚才试了 确实不合适啊 赖亚洲 你别自作聪明 今天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 最大的可能性是 你把两边都给得罪了 你自己选择 站好队 小心鸡飞弹打 这样可不行 赶紧想个办法 这局面已经猴 猴不了了已经 不过你也是 真听那个邱老板的话 你真管得借钱了 做生意嘛 流动资金经常出问题 那借点钱是正常的嘛 也是也是 不过我姐可不高兴了 觉得你对那个女的 低三下四 谁低三下四了 我那是避免激化战争 我那是外交策略 到底咋办嘛 现在就是 得想办法把她俩分开 不能在一起 这样一会儿你找个机会 你死活把牡丹拽走 那万一我死活都拽不走呢 那就我想个办法 把邱老板弄走 好 两边一块儿使劲 别判了 莱雅周就是回来了 也给你买不起这件衣裳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时候让莱雅周给我买衣裳吗 你不就是喜欢男人给你买这个买那个的吗 是啊 谁叫我命好呢 男人就是愿意送我这个送我那个 又不是我强求的 再说了 总比有些女人只能自己苦哈哈地赚钱买化妆品墙啊 妆化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 长得跟个缺水的苦瓜似的男人又不爱看 你这个狐狸精 你说谁是缺水的苦瓜 说你呢 狐狸精 你口臭啊 我从村里出来都知道说话得干净点 你这种不干净的人还配说干净话吗 你就会勾引男人 勾引了怎么着 你以为你老公为什么找我呀 最主要的还不就是因为你是这不下蛋的母鸡 你再跟我说一遍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你信不信 拿开你的妆子 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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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的那个老道哥 不要 不要 我还不错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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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都扯了了谁赔啊 她撕的 明明是你撕的 你撕的 你 我我我我我撕的我撕的 她撕的 姐 姐 那个咱这衣服多少钱啊 四千五 四千五 是的先生 我赔 赔不起啊 赔不起 那我就给商官打电话了 别别别别别别打电话 咱再商量商量呗 千万别打电话啊 这钱算我借你的啊 回头我一定还上 这些钱差不多是我所有的积聚了 你得加利息网友 加利息 一定加利息 你放心 阿姨开玩笑呢 谁要你能联系啊 五姐给我发短信了 说她在长途骑车站等我呢 她这么快就到了 她咋样 还能咋样啊 肯定气都气死了 是是是 我 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 我麻烦你以后要叫我出来的时候 别再给我啥惊喜了 我 我承担不起 我 我也都是为了我姐啊 你啥事为自己想想 你想啥 想你为啥这么笨 行了 我回去了啊 我送送你 送什么呀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对了 你呀 赶紧去劝劝邱老板 我劝他干啥 我跟他又没有关系 你 你刚才不是跟牡丹一块走了吗 咋又回来了 我本来以为呢 这点小钱对于你来说 那不算什么 回来又一想 你都管邱老板借钱了 肯定情况不太好 我就回来了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我今天真的走不了了 这事替我保密啊 千万别告诉别人 其实我有钱 都在生意里周转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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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转的 我问你 陶子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你的店的钱啊 那当然 所以啊 你放心 你是我好不容易 在咱村梳理起来的模范典型 怎么可能 那么轻易地就把它毁掉呢 我绝对不跟别人说 妹子 你人真好 那当然了 不说了 不说了啊 我姐还等我呢 我走了啊 走了啊 走了 小唐 对了啊 你还我钱记得啊 有了钱给我打电话啊 我先走了 我不说了 我姐等我呢 拜拜 送给你的 叔 您的辞职报告上面真批下来了 批了 兴许这一半天 就该下文件了 不是 您说您这不是把我给撩板倒上了吗 我一个人哪行啊 你这丫头 说胡话了你 老叔能不支持你吗 我说小唐 我看咱钱库村哪 有一个人能帮你把经济搞上去 就看你呀 有没有本事把它弄回来 当村主任 夏叔 您说的该不会是烂亚洲吧 来来来来来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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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吃吗 净汤没面 咱俩够吃吗 咋没面 这是啥 这不是面 多放点水就多点汤 够咱俩吃的 反正吃了这顿咱就断粮了 看咱以后怎么办 净说丧气话呢 咱们的苦日子马上就到头了 等那边陶一收 钱马上就打过来了 哥 那钱到了 咱得出去吃点好吃的吧 那当然 想吃点啥 你跟哥说 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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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鸭那得去北京啊 咱打个飞滴去 一人吃上一只 哥 一只不够 一只不够俩 两只不够三个 行不行 我听人家说北京卤煮好吃 都吃 都吃 去了北京 啥都吃 说正经的 等钱到了 先把邱老板的债给还了 省得这个女人天天拿这点债 逼得我 压得我头都抬不起来了 还完债然后呢 然后咱就逍遥自在 有钱了 给我吃好了啊 好 你慢慢吃 看我电视 你太自私了吧 一根面都不给我留着 我跟你说话呢 说话呢 据公路空运站总站 生产部副主任杨祥有介绍 十二日该站受影响的长途客车 半次达四百日子 许多有省外开来的班车 根本无法抵达省内 因高速公司 人员在高明中 被损到了 哥 那些烦弹了 完了 彻底完了 哥 那怎么办呢 我 趁着邱老板现在还不知道 咱赶紧跑啊 跑啊 苏基老黄的 喂 王师傅 现在 现在啥情况了 我看新闻了 是不是堵路上了 那老板 我们堵在路上已经两天了 刚才听别人说最好的情况是 还有两天路才能通通呢 你说怎么办啊 咱 咱们这个桃啊 都快成桃枝了 你知道吗 喂 那个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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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小丫头 不眼睛 尹 tranquil 小丫头 不眼睛 小丫头 不眼睛 谁这世外交 你帮我健 帮我稳住他 就说我不在 快 不是 哥 你还不知道 我这说瞎话 我 我 我 不行 我紧张我 不是 他肯定看新闻了 他知道了 你帮我接一下 快快快 不是 哥 你去我 说不定他是因为做点牡丹的事 是不是 喂 邱老板 亚洲 你在哪儿呢 我在逛商场呢 您呢 我 我在家做面膜呢 您找我啥事 没啥事 就是想给你吃个饭 吃饭 不是因为昨天嘛 牡丹的事情 给你道个歉 再把裙子的钱还给你 是不是手头有点紧呢 给你拿上五千块钱 你看 你看 咱俩啥关系嘛 不用这么客气 别客气 别客气 咱俩谁跟谁啊 这样吧 今天晚上怎么样 老板 我们都帮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行 现在这样吧 走吧 哥 哥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人邱老板对你还是不错的 说不定 他还不知道陶那事呢 咱先蹭他一顿饭 哥 刚才他是不是说 还要给咱几千块钱 咱拿了钱 再跑 多好 也行啊 行行行 没事了 不对 陪力道歉 不是这个女人的做事风格 鸿门宴 这肯定是鸿门宴 咱不能去 对了 我刚才电话里好像听说 有一个人说啥 老板就到了 还有一声关车门的声音 哥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不对啊 他刚才说他在做面膜 有在车里做面膜的吗 他不会已经到了吧 他要来追咱们 赶紧跑赶紧跑 快收拾东西 快快快 有这么快吗 听我的赶紧收拾东西 哥 你干啥呀 这么重要的东西没拿 是 你们给我听好了 看我颜色形式 别伤到量 正好说说 好 走吧 你去阳台看一下 好 你们 房间 卫生间都看一下 你去吧 老板 阳台没人 老板 卧室没有人 老板 卧室没有人 老板 卧室没有人 这个赖亚洲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又会找到你的 可不可以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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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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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